Hello,大家好,我是泰家Tiger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泰式青木瓜沙律 我們馬上去看看有甚麼材料 我們的主角有青木瓜 配料方面包括有 紅蘿蔔、蕃茄仔、蝦米仔、蒜頭、子天椒 醬汁方面有 魚露、泰式辣汁、青檸 是黃糖的 把蘿蔔刨絲 現在刨上青木瓜 刨到差不多就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把蝦米浸熱水 大約浸在10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蝦米仔剛剛隔完水 放入這個盆裡 還有蒜頭 大約4粒 紫天椒 兩條 硬到差不多就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準備一個大碗 放入 刨好的青木瓜 紅蘿蔔 醬汁 醬汁方面有魚露 泰式辣汁 黃糖 可以先攪拌均勻 再加入 硬好的配料 最後加入 蕃茄仔 青檸汁 青檸汁 攪拌均勻 就可以上碟 最後加入少許的 裝飾上去便完成 透明